菲律宾马尼拉中央邮政局 星期天午夜发生大火 猛烈的火势持续燃烧了超过7个小时 才受到控制 这起大火从当地时间 星期天晚上11点多开始燃烧 一直到今天早上 火势在早上将近6点 还一度提升到最高层级的紧急警报 情况严峻 在萧整员分立灭火下 最终在早上7点22分控制住火势 这个邮政局曾经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到摧毁 并在1946年修复